我们开始上课 后面五天的话就是一个谷歌市场 在以前的课表里面的话 就会这样去说建立一个谷歌市场 比如说看一下 在以前的课表上会这样去说 以前的课表就这样了 这个谷歌市场的话 它就会去加上一个微租 叫做一个框架的项目 对吧 这个框架项目的话 听上去就比较不错 那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来了 那什么是框架呢 框架的项目 它那什么是框架呢 这种说 100个程序的话 100个程序 它可能有100个框架 框架的话不尽相同 不尽相同 100个程序对框架的理解 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的话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 我觉得虽然有这么多的框架 虽然有这么多理解 但是它肯定还有很多的共同的理解 对吧 好 那我如何去理解一个框架呢 我觉得一个一个框架的话 其实就是对项目的功能模块的整合和抽取 整合和抽取 比如说有哪些模块呢 我们来回忆一下这些 模块的话 我就分成两块 一个叫常规的模块 那什么叫常规的模块呢 也就是任何应用都有的模块 可能就叫常规模块 那不常规模块的话 可能就是特定的应用才有的模块 就叫不常规模块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一个常规模块 靠高度对吧 好 我把也揪过来 我们都来分析一下 比如说 第一个模块叫网络的异不反问 因为我们出去做的很多应用程序 它的类型的话 都属于网络应用对吧 那网络要反问的话 而且还必须是什么反问 一步是吧 网络反问对应的话 方式的方法其实是很多的 那你其实你都要考虑 我到底用所谓的技术去完成 是有应用程序 对吧 比如我们最基本的url叫http的url的connect 是吧 后面还提到这个httclant 对不对 可能还有一个答案 可能你说到这个网络的异不反问 你可能还想到我们其中的一个类 叫rsen个task对吧 还可能想到 这个我们学的这个sutio 它里面有一个叫httt的utios 对吧 也就是你这种的技术方案 你到底选用哪一个去完成 你网络的异不反问 这个就是你盘管家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吧 比如说 比如说现在可能还有这个url url还没学url 比如说现在比较火硬的 什么叫ok的htt对吧 因为5.01以后的话 在谷歌的话 它其实是不再支持我们的这个httcant 对吧 可能会去支持这些东西 支持这个okhtt 但是他们的使用方式的方法都一样了 但是对于我们搭框架来讲的话 你就可能会去考虑 到底使用哪种技术 对不对 不管怎样 那肯定有这个火快存在 对网络需要缓存吧 对吧 网络缓存的话可能就是协议缓存了 或者叫协议缓存是哪一人 就是协议是吧 你要发送一个幼儿地址 然后到网络上去拉一个阶层尺寸下来 在发送网络请求 它是耗时耗流量的吧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就考虑能把这个缓存起来 缓存起来 因为本地加载速度肯定的网络速度快吗 对吧 好 ok 好这个时候协议缓存的话 比如说我们想一下 在智慧文件里面 协议缓存是怎么做的 存到哪里 存到 share the purpose 对吧 好 ok 这个这个模块其实就是协议缓存的模块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谷歌市场 它就是存到文件里面去 对吧 好 比如说以后 以后大家出去直播 可能还会学 还会把这个协议内容 存到secretite里面去 因为 协议内容无非就是三种形式了 对吧 好 ok 好 那接着数据解析 数据相当于你有三种方案 你到底存在哪里 那是不是你应该考虑内容 一个应用程序 就应该考虑这样的内容 对吧 好 再往下看吧 好 数据解析对吧 那数据解析 要么就是xmail 要么就贴审 那xmail的话就用哪些解析反散 好 这个什么破 一个sac 对不对 我就只记得这两个 这个你要知道 这个xmail解析的话 可能现在的话 公司就2%的公司可能用98%的公司 现在都在用解析对吧 解析 所以说其实老师你让我马上去写个破解析 刷几解析 我写不出来的 但是难不到我说的 一查就查出来了 一查就查出来了 所以说大家的话就要理解 大家要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 但是现在不要去过多的去到底怎么写它不是一个重点的 对吧 好 后面的话我们就有阶层解析 那是必须贵的嘛 那这阶层解析我们这个 JDK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两个 Json and Open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Json的 Erie 比如说我们还学了构神 对吧 构神 以及大家出去 可能还有一些公司用这个法式的阶层 什么Sumple阶层 这种阶层解析方向很多 但是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作为一个公司要去写一个项目 那你肯定会考虑到底我选用哪个呢 对吧 好 OK 还提到了一个网络协议的同砖 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每发送一个协议 都去用这样最原生的基本方式 那现在你的代码很容易 对吧 那肯定你会把你的网络这一块进行一个封装吧 封装了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翻币 翻币要用 对吧 翻币要用 好 OK 这块协议的话 也有存在一个封装的概念 好 OK 那这图片加载几款存的话 同样大家都比较熟了 那说了图片 那图片加载 对不对 图片加载的话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可以直接用这体面的方式 直接把图片拿下来也可以 对不对 你也可以用一些框架 对吧 比如这个Bitermap YouTube 它也是一个框架 相当于它把这个缓存也给你封装好了 对吧 OK 甚至你还可以用下 后面我们还会有可能 还会学这个 UIL的 你们的Loader 好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开云的 专注于图片加载 以及缓存的 对吧 它可能的话就比较好一些了 在Bitermap YouTube 后面我们学完之后 大家知道 其实它们的核心都差不多 说到这个图片加载 像这个的话就 这个可能是很多公司都在用的 但是现在又比较新一点的 有这个Facebook也搞了一个图片的加载 对吧 对吧 这个一下子名字有点几乎太清楚 我要揪一下 看一下 好 这个有一个 这个新的是不是习惯用这个去加载图片 这个 这个Wordy也可以加载图片 喜欢用这个去加载图片 对吧 或者我们去 比如说明天100度 他一进来就看到了 这个广告打得很响 是吧 专门安卓 加载图片 反正技术就这样 有果局 有新单 相信现在的话 可能很多人就用这个 对吧 那还有可能用Glide 了解一下 反正接下来 相信你要做一个项目之前 你肯定会考虑 我这个项目 到底要什么技术去完成 对吧 就这样的情况 那广存的话就比较熟了 是不是提到这个 三级广存的概念 对吧 内存内情增快 然后是SD卡 然后是网络配方 OK 那UI展现 那就没啥好说了 每个应用 它的UI展现的话 就不一样 对吧 OK 那这些模块 就叫做一些常规模块 也就是啥意思呢 你不管把它换到什么应用上 它最终都会有这样的模块存在 你解释了吗 都会有这样的模块存在 但是就是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样的组合吧 对不对 所以说才有这样的概念 100个应用程序 有100个玩家 对吧 好 后面的话 还提到一些不常规的模块 这里随便写了三个 第一个聊天模块 聊天模块 一般在什么样类型的应用上 才可能会出现 是不是可能是内部办公系统 要聊天的吧 或者社交型的软件 它才有这样聊天模块吧 对不对 它一般的应用的话 它可能没有聊天模块 这种类型的应用才有这样的一个模块 OK 那这支付就是什么模块 支付模块主要在 是不是有 定制商务这一块 它就可能有支付模块了 对吧 或者游戏里面也有支付模块 对吧 但是安全模块的话 那主要可能是说一些安全相关的软件 比如金融相关的软件 它的安全的要求就比较高一些吧 对不对 好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了这种思想之后 就可以干嘛 就可以把一个应用给它拆散 无分就是这么多的模块吧 对不对 OK 那学完谷歌资 学完谷歌市场之后 是不是一定可以掌握一个很牛逼的框架 那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 只能是怎样的 学完谷歌市场之后 我们应该了解宽调的一些思想 对吧 能够粗类盘通的去看懂 或者理解其他的应用程序 对吧 比如说一个很顶心的情况 之前很多同学出去工作之后 他就会回来说 老师别人的代表我看不懂 但是为什么给老师看 以下就能看懂呢 不说以下 反正三年前就看懂了 对吧 为啥 其实老师就知道 不管你是什么应用 你无非就是这些模块吧 那我就去揪 对吧 你这个网络应用 到底是使用什么技术 我可以看你网络不坏 用了什么技术 那协议有缓存 我就看你协议缓存 你存到哪里吧 对不对 数据解析 你如果是用阶神 我就可以看 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技术 对不对 还有这个 网络协议通装 我就看你如何通装 图片有这么多技术 我看你用什么技术 就可以用了 对不对 好 OK 比如一些不成功模块 看了 看一下 你有没有聊天 聊天我们后面也会学 支付后面也会学 看一下有没有这些模块 就可以了 对吧 好 OK 所以说就这样 你就把这个应用给它拆散 拆散开了 这就容易看懂了 对吧 然后把它给串起来就可以了 OK 好 那这里又接着我一下说了 那什么是一个好的框架呢 什么是好的框架呢 对不对 好 这里我提到两点 我觉得至少应该有这两点 第一个 到了功能评价阶段 代码量比较少 因为我们总喜欢是用少的代码量 去完成多的事情 对吧 提少的劳动量 对 这是第一个 代码量写的比较少 第二个 公司的话 一般做安卓 肯定是三两个人 对吧 那肯定 你好的框架的话 那必须是易于分工 方便协同开发吧 那大家一起来做事 是效率更高 对吧 OK 易于分工 方便协同开发 好 OK 这里的话就提到了一个 项目的一个过程 我们也可以来评一下 好 这个项目过程的话 很多了 真的一个方法 方式方法 可能不一样的 好 我的话就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分了 那也就是初期 中期 和后期 那其实项目的一个初期 其实就是大框架 大框架 好 OK 项目初期拉框架 那大框架大概是多久呢 一般公司它会给两周左右的时间 去拉这个框架 你解决了吧 两周左右 不过我们在这里 一平半就喜欢了 对吧 公司的话 一般是两周左右 OK 那一般是谁去拉框架呢 这个安卓的话 一定要说给它安上一个职位 叫项目经理的话 可能有点太夸张了 那可能是一些主展 或者能力比较强一点的 或者公司的第一个人 是吧 你去做安卓 假如说你们做安卓的 就你一个人 那必须是你一个人搞 是吧 这个没办法 假如说有三两个人 那怎么搞的 那肯定是 你这个进公司久一点 你对这个业务比较熟一点 你这个能力比较好一点 你来搞这个事情 是吧 或者是吧 你已经成为了一个三四个人的一个组长 那这个事情肯定是交给你去做了 对吧 OK 所以说 谁去拿框架 是一个比较 扭一点的嘛 至少是技术会比较 扭一点的 OK 所以说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说 面试的时候 经常会问到一个问题 你会不会打框架 他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啥意思呢 就是问你 看你能力如何 其实他问你会不会打框架 确实是提到这个点 就是因为这个框架的话 他前期要考虑的事情比较多 所以说 你能打框架的话 你能力比较强一点 对吧 或者你一个人开发的话 他其实提到一个能力叫独立开发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很多小公司比较喜欢的能力 是吧 你一个人可以干很多个人的事情 是吧 他肯定很损 所以说 所以说他问你会不会打框架 他其实就是从侧面看你 看你等于能力了 你解释了吧 好 OK 好 这个是项目的情期 那项目的中期是咋来 项目的中期的话 可能就是功能开发了 对不对 功能开发 功能开发也就是对于我们某个市场里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第二天以后的三天四天五天 功能开发的话 你就会发现 无非就是把之前大好的框架用起来就可以了 对吧 好 功能开发阶段 功能开发阶段的话 也就是项目搭计完成之后 比如说一个月左右吧 一个月左右 或者两周以后 如果你快的话 就两周以后 那可能超多的话 大家平均下来的话 就是一个月以后 那就进行一个中期了 也就是功能开发阶段 对吧 项目后期是啥呢 项目后期可能就是 四个月之后 你这个APP上线了 对吧 APP上线了 那总的还要去评价一些功能吗 还要改改bug吧 对不对 不然你这个 一个应用非常的完美 它招力进来干嘛呢 它肯定是要慢慢的迭代开发 修改修改bug是吧 修改修改bug 好 对于这三个阶段的话 相信方向 每个同学 到底到哪个阶段 现在都说不准 都有可能 对吧 反正每一个阶段 都有每一个阶段的好 每一个阶段都有同学 不同的包围方式 对吧 在初期的话 很多同学是怎样去说的呢 他可能第一个是吧 无从下手 这是以前 好几个同学说的 他说老师 现在公司让我去拿官家 但是我不会拿无从下手 这种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他了 对吧 还有第二个 第二个 一个要无从下手 第二个的话 他可能就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 还不知道如何去弄 不知道如何 相对就是说 不知道如何 是一个好的款家 他的话就不知道 这个无从下手 他压个手就滑下 这个就能做一点事情 但是他又感觉自己 这个到底是用哪个技术 他可能还有一些犹豫 对吧 反正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的话 我觉得 你能到项目初期 肯定你这个压力是最大的 是不是 因为大家可能出去 去把一些 少了一些实账 让你从头到尾的去搞个项目 压力还是挺大 但是你想一想 如果你真的能扛过来 就是这种成长是最大的 那到第二个阶段 一般同学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报名 但是只是极少数同学 极少数同学 他第一个报名的是 别人的代码看不懂 或者是别人的款家太烂了 他这个有的学的好的 他看到别人的款家太烂了 那有的哥们又看到别人的款家太复杂 他又说别人的款家代码看不懂 也就是你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自己写代码 你从头到尾写 你可能是自己最熟 你去在别人的基础之上开发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好 但是人家情绪已经把这个技术群为了啥了 那你是不是只能跟着他的技术往下写 对不对 好 OK 相当于你可能觉得别人的款家太烂了 看不懂 但是也有同学说会去修改别人的款家 这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项目后期也就是有成型的版本 上事了 对吧 他们去一般会说啥 这个老师 这个成长太慢了 为啥呢 他说这个天天就是改一下bug 改一下人家挖好的坑子吧 去改一下人家的bug 然后要不就倾家一点小功能 他的话就觉得这个成长有多太慢了 对吧 所以说 大家到底你会知道初期中期后期都说不清楚 还有吧 这里只是一些 说的几个女同学会有这样的想法 相当于我再给大家说了之后 大家要知道 其实很正常的说 都会有这些阶段 对吧 OK 好 OK 那我来看一下 这里我初期码上给大家列了一些 历史相关题目 大家的话就 好好的回去考虑一下这块 如何去打就可以了 好吧 这块的话就好好的去考虑一下 还是要思考一下 对吧 因为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框架一说出来的话 它确实 它能从侧面的提醒出你的能力 还有我其他的一个关键字 独立开发能力 对吧 以前的话 我就希望同学的紧提上 都给他加上一个 具备大框架和独立开发的能力 这个沙三厘还是挺大的 对吧 行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